明後天的週休假期呢 你要安排活動的話要注意喔 第一個是防曬 第二個呢 是午後真雨的狀況來說呢 明天後天會逐漸的偏多 三件事情提醒你了 週休天氣很熱 小心可別中暑了 所以呢 要提醒你戶外活動 多多的補充水分 但是呢 你上午外出活動的時候呢 帽子啊 太陽眼鏡可都要準備著喔 因為最主要呢 紫外線都會在過量 甚至達到危險級呢 但是在下午以後呢 要特別注意我們的自有錯掉 下午的時候可小心 這雷震雨的狀況來說呢 會比較明顯 所以呢 下午外出的活動的時候 記得就要帶著雨具了 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我們注意到這張雲圖上面 台灣的午後震雨 今天的發展主要在南投的山區 還有在嘉義山區也有 另外呢 在南部地區的朋友 是主要在早上的時候 下了一些震雨 因為呢 西南風把一些水氣帶進來了 倒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南部有時候有些水氣進來 也會伴隨著一些震雨的狀況 不過量的部分並不多 最主要 明後天週休假期 還是偏向於塞巴後的天氣 但是我們注意華南地區喔 這邊有雲層在發展囉 明天就會形成一道封面雲帶 這道封面呢 預估要下週二的時候 才會再接近 所以呢 我們比較偏向於午後震雨的天氣 一直持續到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到禮拜四 封面影響之下 各地的震雨或雷雨會偏多 那到了下週五的時候 封面再度遠離 來看看溫度了 明天要出去遊玩 你到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跟澎湖都在30 甚至澎湖到32度了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溫度更高 今天的台北可是已經34.8 明天可是會到35度 中部地區34 南部也在34 倒是東半部的台東 今天呢可是35.2 再大午呢 明天東部也有34度 但是各地都有午後震雨 今天禮拜五咧 我們來看看這未來一週的天氣了 注意到明後兩天 上午外出防晒 下午會有雷震雨 但是南部的朋友會注意到 海邊部分有些水氣進來 早晚有點零星短暫雨 禮拜一的時候呢 午後震雨會更明顯 因為封面要接近了 週二到週四 三天的時間封面影響 提醒中部跟南部的朋友 雨的部分會比較偏多 因為海面上有對流雲層進來 到了禮拜五的時候呢 封面走了 雨的部分逐漸減少 小丁您提醒你兩件事情 最主要呢 悶熱的天氣記得多喝水 午後震雨咧 下午外出山區行車要注意